这就是TikTok 昨天我们为大家关注到了原污法案的通过 但是我们知道原污法案实际上我们叫做是一个打包套餐法案 不仅仅是包括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也包括对于以色列的援助 还有就是有关于TikTok的命运问题 消息一出大家非常的惊讶 同时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觉得非常的欣喜 这样一个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潜在隐患的中国企业 就这么被美国国会拿下了 TikTok是不是真的只有270天大限了 我们是不是先请小杨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到底是怎样的 这一次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法案 这个美国联邦参议院是在4月23日的晚上通过了这个法案 给予现在非常热门的全美国有1.7亿用户的TikTok的母公司 在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约9个月的时间去出售在美国的资产 否则TikTok这款APP会面临在美国遭到封杀的命运 那此前其实众议院已经有过表决 那先是众议院通过 现在是参议院也得到了表决通过 那很快在昨天晚上 拜登就在他的这个无论是白宫的自己的网站 那还是拜登自己的这个总统的X账号上都发帖说 他明天也就是今天 他会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那么多家媒体也是整理出了这个TikTok 接下来可能面临的一个情况 那一旦拜登是在 如果是他还没有签 但是如果是今天周三拜登签署了法案之后 那270天的期限倒数就开始了 那字节跳动必须在这段时间去出售TikTok 那如果在9个月期限将至之时 字节跳动完成接近完成撤资的话 那总统这边还可以授权额外的90天时间 让相关的协议得到敲定 那么这个270天的期限大约会在下一任 美国总统就是明年1月20日就职日前后到期 届时会给予额外的刚才所说的三个月的宽限期的决定权呢 则会把握在现任总统拜登或者他的竞争对手川普的手上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当然了我们知道今年11月就是拜登和对决川普了 那么TikTok这边依据一些推测 那他们也会寻求一个诉讼 寻求一个上诉来争取他们自己的一个机会 那TikTok这边的律师团队应该也会向法院申请啊 临时的这个禁止这项法律的临时禁止令 那么TikTok是希望能由禁止令阻止新的法律的执行 让TikTok这项对这项新法律的核显性呢 全面提出一个质疑 全面提出一个挑战 那相关的这个法院程序不大可能在今年年底就完成 那如果说TikTok成功从这个法院取得一个临时的禁止令啊 那被迫出售的这个倒数程序呢将暂停 这呢也会给TikTok给字节跳动更多的喘息的时间 那么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在四年之前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总统川普啊 就有寻求去封杀TikTok 那当时是遭法院的在法院被拦住了 那么相关的后续呢 也是甲骨文这家公司呢 接下了TikTok的一个运营数据 保管数据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当时还想寻求封杀TikTok的川普啊 现在似乎是换了另一张嘴脸 另一个态度 他们他现在的说法是 你要封禁TikTok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 好谢谢这个小杨的介绍啊 所以我们说二百七十天这个大线呢 刚才小杨介绍了完了之后 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 实际上是有两个潜在的阻碍 首先呢是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 那么TikTok呢是可以发起法律挑战 如果呢能把这个法律挑战的时间拖延 那么呢这二百七十天可能对于TikTok来说 并不算什么特别有利于TikTok呢是二零二三年蒙大拿州的判例先例 当时蒙大拿州是通过了禁止TikTok在本周的法律 但是后来呢审查这个案件的法官是在禁令生效之前把这个禁令给阻断了 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法律啊 跟这个先例判令有很大的关系 而第一修正案对于TikTok来说呢是非常难过的 对于对于这个这个这个国会的立法来说是非常难过的 这样一关特别是涉及到一点七亿美国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 对于禁令进行偶像的冻结 刚才想要讲到另外一个时间 就是美国总统换届的日期 如果是按照二百七十天算 那么这一天呢正好是一月十九日 就在一月二十日就职典礼之前 当然了想要也提到啊 拜登总统可以延长九十天 那么呢这样的话呢 就让他的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整个的禁令啊 顺延到了下一个总统的任期 但是现在啊 如果拜登总统忘了这个延期的话呢 那么即将就任的总统一旦不是他 也可能会给TikTok的命运带来有关的变化 这个何秉先生你怎么看啊 TikTok是不是生死大限就是二百七十天了 二百七十天呢比这个总统选举还多一些时间 这就大大的增加了他的这种变数 如果是川普当选总统 那很有可能他就要把他除消掉 因为呢 但是它是个法案 在法律上我们不知道怎么出这种去怎么处理啊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 也是给我们华人啊 观众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美国这个国家很多地方是很搞笑的 或者就是很可笑的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吧 党政府一个决定就可以了 哎他们还搞得那么复杂 但是也很可爱的 哎这个事情呢 这些老参与员们还居然连夜要通过这个法案 也很可敬的 这样一个法案 这么多严肃的议员们 这么多严肃的政客们 跟真的样在通过了一个法案 但是呢 你可以听法院去告他呀 你可以通过很多声称去不执行他呀 所以通过这些事情 你就会发现美国伟大的在什么地方 美国伟大不是在它一个动作啊 让你感觉到那么强有力 而是说呢美国这个社会它有很多的谈心空间 它有很多各个层次 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 而加以利用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案例 最终讲怎么样 其实我不是真正关心 我真正关心的是这个过程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的时候 有哪一些可以学习的东西 中国很多东西无论是在外交还是宣权 还是行政的政策都太单薄了 太强势了 一个什么什么市场部门下一个命令就把你整个行业给灭掉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 虽然这个行业我认为你应该打击啊 但是也不能这样打击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下美国到底是学习是什么东西 不是简单的民主自由那么简单 民主自由真正体现的是在一个一个的案件 一个一个的事件 它是怎么走过来的 你可以看到方唐 也许的结果并不如你的内心的这种价值和的目标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多层次的一个社会 一个多层次的现代化国家 对好 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介绍啊 那么说到我们所在的美国 我们所在的纽约 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一天呢 还有非常惊险的一幕 就在我们旁边的肯尼蒂国际机场啊 可能是出现了飞机几乎相撞的这样的一幕 到底是出现了怎样的情况 想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发生在上个礼拜 当时这个可能是肯尼蒂机场啊 本身它的这个 它每天呢 这个承担起飞降落起飞降落 它的这个这个承载量是非常高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在前一段时间呢 纽约还经历了一场地震 那么肯尼蒂机场在近半个月的时间内啊 经历的大小事件呢 可谓是纷争不断 那具体调4月17日发生的这一起啊 差一点一架飞机连撞四架呢 是因为这一架瑞士航空的飞机啊 正在跑道上啊 已经进入最后的这个起飞的程序了 那么他在得到了塔台的一个命令啊 塔台说你可以起飞了 但是啊这个时候眼尖的这个瑞士航空的 这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啊 就发现在他前方有四架其他的飞机啊 正在试图从别的这个滑行轨道上啊 穿越他即将使用的这一条跑道 那四架这些四架这样的你看到的这个标注为蓝色的飞机啊 就是正在横穿跑道的这四架飞机 所以啊你有这个相关报公开的这个塔台和瑞士航空之间的通话就很明显了 这个瑞士航空的这个机组成员是直接就拒绝了塔台给出的一个给你起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他说我拒绝起飞 因为前面啊有这个这个条跑道呢 并不是呃完全只有我占有的呢 还有其他的飞机在啊 幸好是这个机组成员眼尖啊 看见了啊即将出现在前面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啊他就是大意了 依照啊普通的程序直接啊油门到底直接起飞 那这个后果真的是难以想象 嗯好谢谢这个小杨的介绍啊 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遇到了最麻烦的问题 就是突然出现了飞机的延误啊 往往啊如果呢不是延改行期就是要在机场度过非常长的时间 一想呢就觉得是头疼啊 今天呢其实说到飞行器啊 还有一个飞行器发射的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就是神舟十八 哎何明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神舟十八到底是什么 今天一早啊你就特别关注有关的情况啊 你问的恰恰是我什么都没关心的啊 前面那个你没问我啊 前面那个模型了 大家看到了模型了 是因为我昨天我用我的这个手机把它制作出来的 不是制作出来 是从航空公司所公布的这个模拟图啊 所展现出来的神舟十八号我根本不知道 我只是看到了三张照片很英俊的这个小伙子 哎然后马上要求我们啊今天一定要关注神舟十八号啊 对对对 建色欣喜 对对对 建色欣喜 很英俊啊 这个现在的年轻中国的年轻无论是女性啊 就是都是长得比较靓丽 男性长得都是比较英正的好像都是好像影视改变的结果啊 不像我们六名号这代出身的人小羊肯定是关心的刚才我要请教他了嘛 嗯这三个人啊哎可能和平先生也是比较眼见这三个人都是定啊定义中的八零后了你现在上天的飞行员都已经是太空人或者是航天员都已经是八零后了那么这个中国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啊预计是在啊四月当地时间北京时间的四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八十五十九分发射那么这三名航八零后的太空人啊那么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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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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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刚才那个是武器 这个是神舟18 那么根据公开的资料 神舟18号的乘组在轨期间 将实施了六次再和货物弃闸 出舱任务和两至三次的出舱活动 那么另外我也关注到 那么对于这一次神舟18号的发射 那么中国航天这边给出的一个 给出的一个介绍是 那将进一步的推广 不仅是科研工作 更要推广在太空旅游的 这么样的一个开发的项目 那不知道是不是 中国航天这边也有意 加大推广这个航天旅游 让航天让这个中国人 搭乘自己的这个航天器 那进入境地轨道太空轨道 那来回头观看地球这个事情 尽快能够实现 这个是我很好奇的一点 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啊 好那么今天呢 有关于科技方面的新闻 就被大家介绍到这么多 好今天的一早 如果您有关注到华尔街网报 以及我们的相关节目 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 就是中国的企业在欧洲遭遇到了黎明突袭 这个消息一出把我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搜查的是哪一家企业呢 其实这一家企业 此前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大家介绍到了 它叫做NukeTech 什么这个企业是做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做行李的安检仪 制造这样的一家国有公司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长期的观众可能对这个企业的名字并不陌生呢 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啊 其实已经因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被美国拉上了黑名单了 认为它具有国家安全风险 而最新的消息是NukeTech这一家公司在荷兰和波兰的子公司 在凌晨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和当地的执法部门有这样的一次联合行动 对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检查 那么不仅仅是对于文件数据进行了相关的查收和没收 把员工以及办公室的一些设备也呢进行了查收和没收 那么这个NukeTech的公司背景啊 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啊胡锦涛的公子胡爱峰曾经是运营过这一家国有公司 因此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名字的背景可能呢也有所兴趣 那么其实啊NukeTech的行李扫描仪在欧洲已经广泛的安装了 比如说啊在苏黎世的机场 比如之前在欧洲议会进门的这样的一个安检场所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说呀从这个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看 如果是中国政府所的一个公司在欧洲重要的会议场所以及政府机关做行李的安检 似乎的确是有某一种安全风险 但是这一次啊是欧盟动用的反补贴规则对于一个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的首例啊 因此我想请问一下何平先生 因为这个企业啊涉嫌啊叫做扭曲价格啊 这个补贴扭曲了竞争而对这个企业进行现场的突击检查 在你看来是不是这个符合规矩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开启某一种先例啊 嗯我们新习胡佛峰啊 胡佛峰现在已经是民政部副部长了 之前呢啊这个在浙江任国官员啊 在官员之前呢他确实涉及的一些企业 这个他管理的参与的这个企业啊 还最近不是第一次查 如果你们查查历史十几年以前 他的这个公司在国外非洲或在什么地方 也是涉及到比较严重的这个法律的问题 只不过是现在从法理来讲 应该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竟然有胡佛峰参加过了 哎胡佛峰就是一个我们的新闻看点啊 抱歉了啊 那么至于这个案子是不是啊 这个欧盟方面有没有道理 还是说几业本身有问题呢 这个需要去具体的历史和法律专家进行这个解释 现在的西方和中国肯定是在这个贸易的补贴啊 最后面产生了严重的这个冲突 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案件 因为欧洲也是一个法治社会 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来显示出来 哪一些中国的企业违反了国际贸易的这个准则 违反了这个所在区域的一些法律的准则 这些案件呢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好像也没抓人嘛 对不对 查一下办公室也没什么 如果证明真正扭曲了 那就应该受罚 如果没有扭曲 那么或者说他们被冤枉了 这也可以进行漫长的法律诉讼 但是很显然同学们 现在是欧美联手行动 来对付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一个最敏感的时刻了 而且这个敏感的时刻有意识形态有竞争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是全球化互相交织过程中间产生的这种冲突 如果这种冲突是通过政治法律来解决 总比通过战争来解决好很多 不像以前的欧洲对吧 以前的欧洲就是连投别国的资产 把别的国家变成殖民地 或者是侵略别的国家 现在不是战争 现在是商品 商品整是比炮弹好 好谢谢这个何平先生的介绍啊 那么说完了这个这个有关于这一家企业之外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欧盟近期呢 是对于中国的医疗设备方面的企业 是不是在接受不公平的补贴 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那我们特别注意到啊 不仅仅是啊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医疗设备企业之前呢 涉嫌人权侵犯的有关企业 现在在欧盟也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啊 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中国企业啊 面临这样的突击检查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也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以上呢 就是我们为大家主要介绍到的 华尔街六渡环节的相关内容 就一定会有对了 我们就算是别人了 我们在继续的观众里面 我们就算不继续的观众里面 就算不继续的观众里面 或者是我们在继续的观众里面 我们就算不继续的观众里面